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近半年有更多餐厅加入外送平台 就连非常受到台湾民众喜爱的米其林餐厅 也都能透过外送平台点餐送到家 以富肯达为例 今年新入榜获得米其林推荐的餐厅就有10家 Uber Eats新入榜的则有11家 甚至有两家一星级餐厅 也能免定位免排队外送到家 不少店家加入外送平台后 业绩都有成长 外送增加两三层是有的 我们的外送的菜单其实都是有经过设计的 我们就是考量到客人带回去吃 它也是很好吃 客人点的每一个在上面点的任何的餐 其实它都是师傅现做 就包括是一个便当一个非礼便当 它也就是牛肉一定是现煎 然后青菜一定就是都是现处理这样子 Uber Eats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比较新的挑战 差不多半年前开始的 那当然是有帮助的 至少有5%的成长 Fu Panda也观察到 米其林餐厅的客均单价比一般餐厅高 点餐内容经常包含蔬食料理 兼顾健康需求 热门点餐时段则集中在晚餐与周末 不刊动新闻台北报导 她的大家 alltid� 小菜都在吃 小菜都在吃 很高的 important 毁活 Imperium 变过 翼 马到了 我